欢迎您再次收看给你点上新灯 再次跟您拜年 祝您富贵吉祥新年快乐 今天我们要来看在2009年11月14日的时候 美国达拉斯真活中有一个喜事 那就是由宋贤镇连镇上师 独立筹建的三轮雷脏寺正式落成 连生活婆和师母怜香上师 以及女儿卢佛卿博士一同利临 令这片土地顿时热闹欢欣 我们今天就再来感受一下当时的喜悦 感谢观看 靜一靜靜生 靠一靠 共揚彼佛 不借那座 三轮雷藏寺占地三十多英文 可说是目前 真佛宗在美国最大的雷藏寺 师尊抵达之后 就很慈悲地写下了问 这次参与三轮雷藏寺法会的贵宾云集 远道而来的弟子近千人参加 在十轮金刚法会开始之前 师尊师母卢盛宴布施基金会 卢佛卿总裁和贵宾们 共同为三轮雷藏寺的落成剪彩 圣尊连身活佛在当天 并且为三轮雷藏寺揭开点 而且有两尊师王菩萨在门口 连身活佛特别为他们开光眼睛 如何 medios别为елен tet正臣 在一难众理由来接从太健成 从太健脾呢 在千万贵宾的培 tilloko 为此即处希冲的爱情 和展示体称之后 他们会設施的拦网 心日是迦来 所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彼得菩萨大 阿弥陀佛 然后师尊说您是一个人 对不对 独立的完成三轮雷脏四的这个 这个是师尊跟姚思青母 大天尊的那个加持力才有办法这样 当初你觉得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说实在的有的时候你盖一个庙的时候 你很难去估价到底要多少 阿你自己本身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一直在做你根本没去考虑 只是想把它完成把它完成 但是会碰到平行的时候就是说 有些你的料你做什么 人家要你拿钱 你那时候就想说 哎呀糟糕后面没有了怎么办 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有些要先付 鞋边要先付款才能取货 那不是 这个是一定要这样子 但是所有的东西你要做 你要一边做一边要付钱 那我的原则上是很不喜欢 把它自己 去向谁贷款贷款 这样不太喜欢这样做 但是很慈悲 私孙母娘加持刚好一切都慢慢顺利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什么劝到钱这样 这个很感恩我家师姐她能够 所有我们该用的财产做什么 做一个规划 然后这种时候我们就好好的把它计划一下 到最后刚刚好盖完了也差不多用完了 三轮雷藏寺完工落成圆满 真的令我们非常赞叹 而在11月14日 连生活佛为三轮雷藏寺 亲自主持十轮金刚大法会 这也是秉承着土登达尔吉师公 所嘱咐的要谱传十轮金刚大法的志愿 当天艳阳高照 象征着大日佛光补照 整场法会法流出满 圣尊又再次的开示到 十轮金刚有更秘密的口诀 事实上 若能够得到十轮金刚的贯定 就可以得到多种秘密 也许您真的无法想象 今天我们就再来看在台湾 连生活佛主持十轮金刚 户魔大法会的时候 非常宝贵的开始 一心 一心敬礼 了名和尚 杀家正空上师 十六四大宝法王卡玛宝 十六四大宝法王卡玛宝 一心敬礼 十轮金刚一心敬礼 潭成三宝一心敬礼 十轮金刚一心敬礼 十轮金刚一心敬礼 教師,法師,講師,助教 各位同門 還有我們尊貴的貴賓 還有我尊貴的父親 還有師尊師母尊貴的家眷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在這裡要講十輪金剛盾牌法 十輪金剛盾牌法 當我們剛剛做十輪金剛附魔的時候 還沒有在做附魔以前 十輪金剛已經就下降 在做這個附魔法當中呢 十輪金剛一直都沒有離開 以他的最大的十輪法力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人 每一個人都可以心想事成 只要你受十輪金剛的灌頂 只要你受十輪金剛的加持 他的很大的法力就發揮在所有的參加法會的每一個人的身上 五大金剛法 最早出現的金剛是喜金剛 最後一尊出現的金剛明王就是十輪金剛 所有金剛明王的法 你只要修一尊相應 你再修其他的五大金剛明王 十大金剛明王 八大金剛明王 你都會相應 我先對10輪金剛才 我首先呢 我在這裡 要跟大家先解釋一下 免得 又被台灣的這個記者們誤會 對啦 還有尊貴的記者先生 我頭上戴的這個寶冠 就是象徵了五佛跟我所有的上司 我耳朵戴著耳環 不是我練奎乏寶典 而是象徵了密教的升起次第 即圓滿次第 兩個次第通通非常的圓滿 那麼耳環它本身也象徵了 所有的一切的毀謗及惡意都可以不要聽 也象徵了它的嘴巴口出善煙 那麼我的手上還有一個手環 就象徵了身體的親近 身體的親近 還有我帶來一個義配 這個義配就是象徵了意念的親近 也就是身口亦親近 那麼我手上又有十個指頭 都戴了十個戒指 這就是十輪金剛的十日咒 多在師尊的身上 所以請記者先生們 因為它有它的象徵 所以不要再講我佩金待遇 佩金待遇 這是法會的時候才這樣子的 如果不是法會的時候 我是不帶的 我覺得我們人的一生非常的短暫 台灣本身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非常的想念台灣的這一片土地 我已經講過了 總有一天我會夜漏歸根 好夜漏歸根 人的一生從出生一直到死亡 其實時間是很短 時間非常的短 我會想念台灣的一生 這個講笑話的陳傳芳女士 她告訴我 這個人生是什麼呢 就是一歲的時候 她叫做出生亮相 十歲的時候 十歲的時候啊 是學業至上 二十歲的時候啊 她的春心蕩漾 三十歲的時候啊 是職場遊蕩 四十歲的時候啊 四十歲的時候啊 開始發胖 五十歲的時候啊 老當異壯 六十歲的時候啊 血壓就向上 七十歲的時候啊 就長長健忘了 八十歲的時候啊 一走路啊 就搖搖晃晃晃 九十歲的時候啊 她已經老人直呆了 所以迷失方向 一百歲的時候啊 就掛在牆上了 但是大家看到這裡 覺得人生也不夠如此 很快的 這個百年一夢 它就過了 那麼也請大家 不要因為我這些話 而感到憂鬱 憂鬱啊 現在很多人有躁鬱症 有憂鬱症 有憂鬱症 這個陳傳芳女士又講 身體健康 就不用憂鬱 身體你很健康 你還憂鬱什麼 身體有病 這個病會好 你也不用憂鬱 反正病會好 憂鬱什麼呢 如果病不好 我們在座的各位 都往生到清淨的佛國 那麼也不用憂鬱 其實他最後講 這個夏拉蒂伊 因為很多的親戚朋友都在那裡 這個聊天都來不及 還有什麼好憂鬱的 這個夏拉蒂伊 真的 大家都會歡迎你的 而且耶穌會講 哇 你也來啦 這個 爬善 這個 什麼 哈拉哈拉 都來不及 還有什麼好憂鬱的 現在 現在 這個 在言歸正傳 十頓金剛 可以斷煩惱 就是以前我們講的金剛解法 歐 哈 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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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成就就跟十轮金刚一样的有大的法力 我们的同门当中已经有修持十轮金刚绝法相应 他看见了十轮金刚 十轮金刚把他带到海边去 到海边 他集起金刚处 这个浪就往上升 金刚处一放下来浪就下来 我在想那个浪 它本来就有高的有低的 他浪一来他就举起金刚锄 浪一下去他就放下来 这也是相应 不过不要笑他 然后十轮金刚跟他讲 你跟我四门 我就叫你升起着佛 你能够呼风范雨 能够把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操控在自己的手中 邪密教的有这一点的力量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太子体育馆 我无意中讲来一句话 举起金刚处 既然地球啊 渐渐的软化 那么我们就请太阳先生 离开地球稍微远一点 这一句话一讲 想不到是一个法子 今年的冬天到处下大雪 我在举取金刚处 以摇词金木七大法 把你身上的毒瘤 化为烘槽 所有的蜜蜂从烘槽飞出去 你这个瘤啊 你就渐渐的消失不见 这个毒瘤就渐渐的消失不见 没想到这个法一传啊 全世界的蜜蜂都不见 很奇怪的 尤其是美国的蜜蜂 我不知道哪里的 世界各国的蜜蜂怎么样 总之 就因为我 让所有的毒瘤化为蜜蜂 飞到西空之中全部不见 这个问题很严重 全世界上的蜜蜂都不见 全世界上的蜜蜂都不见 西雅图雷尚寺 这个高明善 不是高明善 不是阿贤 这个联灯 高明寿 联灯上师 阿修 他站起来了 他怎么搞了那么多戴眼镜的 联灯上师 他在西雅图雷尚寺的家 本来都会在的这个春天开始的时候 长很多的 那是什么水果 哦 枣子 枣子 他会长很多的枣子 结果花钱不开了 没有蜜蜂 没有蜜蜂来啊 往年很多的蜜蜂都来的 所以他会结很多的枣子 今年没有蜜蜂 所以我们用handmake 用手工啊 用手工啊 把这个花摸一摸 摸那边的花 这边摸一摸摸那边的花 摸一摸 这样每一个花都给他摸一下 希望他的花粉能够传播啊 传播啊 不过我想 蜜蜂本来有传播的功能 但是我不能再叫那些 那些那个有长毒瘤的那个 飞出去 再飞飞来啊 那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办法 我现在念一句 喔 上山 王 上山 奥 提醒十轮金刚 让所有的蜜蜂 飞飞养蜂荏 烟 plast 一片一片一片